2020年台南马国女大生命案 凶嫌良性嫌犯一审被判处死刑 尺度公权终身 今天透过了设讯宣判二审结果 仍然维持原判死刑 高方院表示良性嫌犯在上诉时 依然变称不是故意杀人 而且毫无悔意 加上二次鉴定结果 认为嫌犯再犯级履高 因此二审维持死刑判决 不过全案仍可上诉 2020年震惊全国的马国女大生命案 凶手良性嫌犯一审判处死刑 尺度公权终身 二审上诉遭到驳回维持死刑 而远在马来西亚的女大生妈妈 稍早前透过脸书回应 谢谢大家关心正义得以伸张 刑罚的部分本院仍然维持原刑的死刑 主要理由本院是认为说 本案被告的行为是属于 预谋而有计划的犯罪 原刑以及本院都曾将被告 送再犯可能性的鉴定 那结果均认为被告的再犯可能性 是高的 当时良性嫌犯锁定深夜 独自离校的中性女大生 掳杀后弃尸 一审桥头地院认为 她手段凶残 再犯率超过五成判处死刑 而审上诉良性嫌犯 仍一再否认是故意杀人 供辞避重就轻 两次鉴定结果态度防卫 而且毫无回忆 法院判定维持死刑 全可上诉 而良性嫌犯发言过程 法官也认为时间顺序有些不同 本院是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证据资料 是认定不出来说 她是在强制性交后 而勒紧那个审索 将被害人勒毙 而是认为说 应该在实施强制性交时 就是有勒紧审索的行为 良性嫌犯在看守所 透过视讯听到判决结果 当下面无表情 而女大生家属 选择的一颗心 总算能稍微放下 只判司法能尽快 还给女儿一个公道 记者全小致远高雄 参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